农博即将正式登场 而为了这场盛会 市府从去年的市营运就开始相当努力的准备 市营运的期间吸引了超过1200万的参观人次 而今年的正式营运跟市营运比较起来 不管在展区的规模 展出的内容和各项软硬体设施都大幅的升级 市府也预估参观人次有机会倍速成长 结合了农业、科技、绿能与地方人文的桃园农业博览会 即将在儿童节正式营运 既然名为正式 规格上当然不能输给市营运 市营运有8大展区 今年扩张到6大主题25个展区 在餐饮设施上 也从88个增加到超过300个 而贩售设施的数量也呈现倍速成长 市府这次也将全面导入行动支付 让民众前往参观消费更加便利 你只要在我们的农博场域的贩售设施 你只要用你的悠悠卡 一卡通或者是iCash HappyCash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行动支付去采购 那这个部分 我们后面也会在展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会针对你今天使用行动支付 去做付费的动作 也会深入这样的一个专案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的动作 所以我们鼓励 还有抽奖 对鼓励民众就是用这些行动支付来做一个采购 除了有比市营运更完整庞大的展出规模 从去年市营运阶段所发现的不足 也可以作为重要的调整借境 像是停车位从2000个增加到4000多个 也强化了接驳措施 游客逛累了要找地方歇脚 在休息空间与供水设备上 今年都将更完善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我们的25个展区里面 我们都要求要设置民众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年很大的突破 就是民众走到哪里 他逛一个馆他都可以休息 他累了他随时都可以休息 而且今年馆又多 对馆又多 那每个馆都有水 饮水计 今年都有做这样的一个改善 那另外就是厕所的部分 刚才也有提到厕所数量比较不足 那我们今年厕所就 留车就增加很多 如果还有不足的话 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增加 都有在做一些预备 市府统计在市营运期间 参观人次达到1200多万 而这次有了更完善的规划 与更丰富的内容 市府有信心在参观人次上 可以再攀高峰 陶宇有线新闻综合报导